我们新台币的汇率还是算是动态稳定的 强调台币动态稳定 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理监市会议后 宣布利率不变 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上看3.68% 市场却关注台湾遭美国财政部 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 从1988年起史上第四度榜上有名 美中贸易冲突了以后 我们台湾的一个出口的情况 跟以前是稍微不大一样的 特别是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 那美国的出口的增加的话 我们对美国的一个出操就会加大 杨金龙在12月初就曾在立院透露 因为出口表现抢眼 对美顺差持续扩大 有机会列入美方的汇率操纵国名单 意外在三大条件中 台湾符合前两项市场关注 台湾能否增加美国采购扭转现况 美国会针对于这些的一个国家 会进行一些贸易的谈判 那这些谈判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这个汇率操纵国这个东西拿出来 希望跟对方在谈判的时候 对方能够或使升值或贬值 对美国做出比较有利的一些贸易的行为 原本央行在11月积极组成台币 12月突然放手 操作策略大转弯 市场猜测与美方动作有关 周四盘中一度强升来到28.116价位 尾盘汇率却大洗三温暖 油升至扁收在28.481 爆量连四扁 稍微交期市场上看27元的气氛 舒缓出口上压力 307文中文报导 感谢观看